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5点35分的时间开始在星期三晚上的风火台 今天和大家谈谈有关移民方面的话题 最近联邦政府又有一些商业搞作 看到针对P&P的省的推荐移民项目又有一些改动 不过政府希望加强检查这些人士 看看是否符合条件 究竟P&P是什么来的呢 有多大程度 怎样影响移民呢 今天请为专家和大家一起谈谈 在我身边请来是有加华移民留学中心的总裁官国荣 Ron和大家一起谈谈 也都欢迎各位观众打电话上来发表意见 416-298-8496 416-298-8496 Ron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其实这个P&P的省的推荐移民项目 可能未必很多观众很清楚是什么来的 不如简单讲讲P&P究竟是什么来的 首先加拿大历来都有联邦投资移民和企移民 以及非不投资移民企移民 但是在十几年前 加拿大各个省陆陆续续和联邦签讯协议 因为加拿大是个联邦国家来的 所以各省如果想自己推出自己的企移民计划 必须和联邦达成协议 所以陆陆续续有BC省 安省 差不多加拿大每一个省都有省提名的项目 除了乔碧 它是一个特殊的省份 它不叫省提名或者不叫省推荐项目之外 其他各个省都有的 省提名的项目其实明确是说了三种 一种叫省提名的企家移民 一种叫省提名的技术移民 一种叫省提名的家庭团聚移民 但联邦最近关注的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省提名的企家移民 一种是省提名的技术移民 其实企业和投资是否主要都是说 比如针对各个省份不同的情况 比如某个省它比较需要这方面的技术工人 或者这方面的人才 它就在各个方面就会批多一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联邦政府和省达成协 就是每个省政府根据自己省的人口组成 人口需要和技术职位的需要 来提出名额 向联邦申请的名额 比如说我们叫配额 比如说六百个 这个Feminist 提出这个要求 然后联邦就批准了各个省 它有一个名额 我知道有一些人士 例如利用这个P&P 假设他是来安省才算 他来到之后 后来因为不需要不同的省份 有一个配额 不过人到了之后 可能他就不喜欢住在安省 比如去碑斯省 或者去亚省 或者去灰省 这样的 那些人走来走去 变了其实在这方面 今次就是联邦政府 希望去管制这一件事 是吗 是 打算 所以就做了两件事 我们发觉最近 就是联邦在海关上 每一个省提名的新移民 入境的时候 他们就要去证据 检查他是不是有意向 到这个省去定居 关于这一部分 就是在这个阶段上把关的 好了 但把关完之后 如果这个新移民 在海关已经很明确了 表示他会打算在这个省居住 或者工作 那么海关就要被他入来 那入去的时候 就等于是离开了 好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今天联邦有些举动 就是主要针对日了来之后 到底每一个省 即是巡会的省的提名 或者叫做推荐 省提名或者省推荐项目 进入加拿大 年轻之后的这些移民 有多少比例 有多少大的比例 是在这个省居住 现在联邦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我知道政府方面 聘请这一间独立公司 去检查这些已经抵捕了的移民 究竟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居住 或者是否从事他们应该做的行业 说真的 这么多人一天入境 变成说真的请一间公司 如果真的逐个逐个去到调查 似乎不是很实际 对吗 工作人士很大 首先联邦雇佣这间公司去做调查 都要注意一些法律的问题 第一就是加拿大 作为Land Immigrant 就是永久居民或者公民 大家都同样享受一定的权力 根据加拿大的人权自由宪章 所以原则上 从法律上来说 是很难限制移民 到底是否这间公司工作 或者是否这个地方 这个省份居住或者做生意 是很难去限制 但我的理解就是 我分析就是他们联邦现在想做这个举动 只是做一个调查 所以他们针对调查对象 第一是各省官员 因为加拿大有10个省 所以调查各省 跟那些官员了解一下 到底有多少人移民之后来报导 有多少人在这里做生意 或者有多少人在这里工作 而居住是很难去查 居住是很难去查 因为这才是隐私问题 不过如果省提名的技术移民 就有点不同 你比如说这个省 比如说沙省 去年提名了100家 今年来提名了100家 这100家原则上是需要在这个企业工作 好了 他们跟固主一联系之后 你知道大家都有升级卡吗 有没有交税 有没有工作的交税 这个是很容易查到的 还有我认为联邦政府是有权力去查 这件事的 不过查就还查 如果真的 虽然现在只是调查 查完之后究竟有什么行动 暂时不清楚 不过其实也引申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宪法都保障我们加拿大人 有出入的自由 还有一个迁律的自由 就是说来到加拿大之后 你无论去哪里都好 去安省 去BC省 去其他省份居住 其实都是有你自己的自由的 亦都受到欠法保障 不过在这个P&P的个案 或者用这个配额来到加拿大移民过来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在你申请的那个省份 还有从事你申请的那个行业 或者配额相关的行业 不过如果那些人这样走去 似乎就会和原本那个原意相違背了 会有一定程度的比例是这样 所以我估计这次政府做这个所谓的调查 或者是统计 他无非都是想为未来的政策制定 提供一些统计数据 提供一些基础 其实Ronald 我知道你都接触很多这些个案 其实以你自己所接触的个案来说 多不多这些 譬如来了之后 都根本就一心地打算去第二个 或者是从事其他行业 会不会都有这些个案 我想每一个移民 首先他们有自己的权力 第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但作为我们公司 虽然办了很多年 我们03年开始比较大规模的 办起省提名的项目 目前成功得很好 但是我们肯定是要指导他们 去这些省居住和要求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强求 因为我们作为一间私营机构 一个移民专业机构 没有可能去强求 所以我们会指导和要求 甚至协助帮助他们在这些省居住 甚至有一半人帮助他们在他们开拓生意 但是after landing 他们到了这个省报道 一段时间居住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作为一间公司 我们本身就肯定没有权力去刷他们 去跟踪他们 所以也更加没有权力去干预他们 但每当有客户问到我们 需不需要在这里居住 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尽量在这里居住 但至于居住的时间长短 就完全是尽努力 还有如果他们问到加拿大的法律是怎样 我们都会如实解释法律是怎样 其实似乎 这个P&P也引伸了很多问题 现在政府方便去做一些调查 都投入了很多钱 整个三十多万 是聘请公司来做一个独立的调查 究竟是否实际 还有如果观众对疑买问题有什么提问 欢迎打电话上来发表一下 或者是问一下Ron也行 电话号码416-298-846-416-298-8496 这个时候休息一会去广告 休息回来继续在风格台